大家好 这节课程我们继续来学习企业网站后台管理系统的相关制作 那么在上一节课程里 我们把系统的一个登录组件面给做好了 也就是当我们登录系统以后出现的第一个页面 那么又到了我们的这个基础的DIV加CSS布局 来实现了我们想要的效果 那么上节课程的内容相对比较简单 好那么本节课程我们要来制作这个栏目管理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左侧的这个菜单选项的第一项 这个栏目管理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它这个栏目管理呢是这样的一个页面 它主要是有两个按钮 还有一个表格 那么本节课程呢 就会用到第一个是它的一个table的布局 来完成一个表格的制作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来制作这个负选框的全选择这么一个操作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 我们点这个 负选框的时候 那么它整个下面的这些负选框呢 都进行了一个选择 但我们再次点击的时候呢 它下面的这些对应的这些负选框呢 它就取消了选择 好那么 这个呢也是我们本节课程要要讲的一个知识点 好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来制作 首先我们打开工具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要给它添加上一个页面 也就是我们把这个复制过来 那么我们的名称就叫做这个栏目管理 我们写拼音好了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不需要的部分呢 给它删除掉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在这里 在index里面 我们要把这个链接暂时给它设置为这个栏目管理 变语呢我们来查看这个效果 好 我们随便写几个字 然后我们来刷新一下 好 已经加的好了 那么我们就来具体来写这个email里面的内容 首先它是一个这个标题 这个标题就表示我们点击的是哪一个 这个菜单 我这个菜单 对吧 好 在这里呢我们就来给它添加上这样的一个菜单 它的这个标题 好 我们在这里呢定义一个DNA 像class呢定为 POS 就表示它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我们给它来一个span条件 它的文字呢 写成栏目列表 好 好 好我们来定义这个样式 那么呢我们就在这里呢来写 这个样式 那我们是栏目管理 然后我们这个是POS 我们将它高度呢设置为35倍像素 然后将它的这个Border 底边设置一个边框 一个像素 实现 颜色来为ccc 并且呢给它它的行高 设置为35个像素 然后将它的PODY呢 然后将它的PODY呢 PODY LEFT 设置为20个像素 然后我们给它设置一个背景 这里为什么我们要给它设置背景呢 是因为这里呢有一个这个首页的这个小房子的小图标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上 那么在我们的Image下面的 这个 Icon的Home这样的一个小图标 然后呢让它居左 那么锤子方向居中 然后布平铺 然后我们给它设置置起大小呢 为14个像素 好 那我们来预览一下 好 它的这个颜色呢 跟这个呢不太一样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颜色是多少 它的颜色呢是这个值 我们将它的颜色呢 设置为这个值 并且呢给它加出 好 好 那么接下来呢是两个按钮 是吧 是吧 由于呢我们在其他页面呢也会反复用到的 它这个按钮的样式 所以说我们给它定义为一个公共的样式 好 那么我们在这里 这里呢给它写上一个 公共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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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首先我们给了两个按钮给添加上 那么这里呢我们给它写上 DAV class 那为这个操控 然后这里面呢有两个按钮 然后我们input input 然后type呢 点击button 然后这个name呢 可以暂时不要 名称呢就叫做这个 添加栏目 添加栏目 那么第二个按钮呢 就叫做编心排序 在这里呢 我们给它添加上class class呢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btn 代表我们这个button btnblue 我们给它设置一个颜色 同理呢给这个呢也添加上 然后呢我们最好给它添加一个dlo 因为这个按钮 有可能会在咱们的这个 右边出现 那么我们给它分为左右结构呢 就便于呢 我们在以后呢 来进行一个管理 class 以left表示向左浮动 这个left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就是我们在公共样式里面给它写了一个floatleft 这种一个属性 好 我们给它添加btn的样式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给它添加上btn 让它的这个 它定乱为上下三像素 左右呢 15像素 看了那为 暂时不写看了 那么我们给它写 这个 边框 边框它写为0 就是我们不要边框 然后 是咱们的这个 btn blu 它设置一个颜色 在这个ground呢 我们设置为 这个颜色 看了呢 设置为白色 好 那么我们发现一下 好 那么这两个按钮的样式呢 它就基本上出来了 然后呢 当我们移上去的时候 它也会有一个颜色的渐变 我们给它选择hover 这个ground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什么样的颜色 好 它是这个颜色 我们给添加上 好 我们把它选择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同时大家 当我们属于 主标移上去的时候 让他出现一个小的这个手势 好 那么我们来预览一下 这应该是cursor 好 然后呢是咱们的这个 operate 那么我们的这个operate呢 预议呢他产生的浮动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给他清除浮动 然后我们将他的这个 operate 看他的这个marking呢 外边去稍微十个小数 好 那么接下来呢是咱们的这个table 那么这个table是如何来使用的呢 为了解决时间已经给大家写好了 那么咱们复制过来看一下 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给他 粘贴一下 那么其实在这里呢我们就给他添加上了一个 list然后在里面给他添加上了一个table 并且呢 宽度呢设置为百分之百 然后这里呢我们给他添加上一个id 那么这里呢是这个表头 表头呢就列出了我们这个 这上面的一些内容 然后呢他这里呢下面呢就是具体的一个 表格的一些 一行一行显示的一些内容 好那么这个结构呢 是吗 然后在最下面我们给他添加上一个 page 这样的这样的一个div 为什么我们要添加page呢 因为这里呢 我们会给他 如果说我们这里 要分页进行显示 那么下面呢应该是显示在一个 分页 那么这里呢有一个没有 那么先把位置给他留出来 那么这正是我们为什么要在table 外面给他添加上这个 table wrap的原因 也在这里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刷新一下 那么现在的结构呢就是这样子 由于呢我们没有给他书写样式 所以他的这个结构呢 看起来呢 还不太好看 所以说下面我们开始来写样式 那在这里呢我们首先 由于呢我们在后面呢也会经常用到 这个表格 所以说我们在公共样式里面给他写上 首先是这个 这个table下面的 th 那他的 高度呢为35个像素 航高呢 航高呢也为35个像素 然后呢 然后呢将table下面的这个td 将他的这个 质体 宽度和高度设为这个值 也是一样的 那么并且在th里面 将他的这个字体大小呢 设置为14像素 然后呢将 他的这个字体呢 加粗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 那么现在呢他是这样的效果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给他看上一个 背景颜色 好 接着呢是咱们的这个td 那么由于呢 这里的一些内容呢他需要 向 左对齐或者向 居中对齐 那么我们在代码里面 给 需要向居中对齐的 添加上了一个样式 叫做text 的钢 center 同理呢向左 对齐的呢我们添加上了一个text 的钢left text 钢right呢就表示向 右对齐 那么这个样式呢我们也跟他写为一个公共的样式 在这里呢 text 钢left 的 那么书写这样的公共样式呢是便于我们 在这个以后的一个引用 那就 避免了我们重复去选 这样的样式 right 那么这里呢是center 我们来刷新一下 那么大家注意 那么此时呢 他的这个排列效果呢就出来了 好然后呢是咱们的这个边框 对吧 这个表格呢他是有边框的 那么在这里呢 首先我们给这个table 加上一个 边框 border top 那么背景颜色呢 边框颜色为ccc 然后是border left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来 写呢因为我们 暂时呢 付给他的下面来设置这个 边框 边框 因为我们会对他下面的这个 TR Tbody 下面的TR 给他设置一个 borderbottle 好 好 然后我们来刷新一下 那么 那么是因为我们给 这个整个table呢设置了这个 这个左边 左边的边框和上面的边框以及右边的边框 但是我们下面的时候是由于他里面有 TR 这么一行 这么一行 那给他添加上 下面的边框以后那么在最后一个他正好呢给他 在这个 最底边呢给补上了这个边框 好 然后呢是咱们的这个 配记页名是吧 我们说在这下面有个配记 那这个配记呢我们怎么来写呢 也给他写上这个 样式 高度呢也为35个像素 行高 为35个像素 并且呢他的这个边框 那么他的这个边框呢正好给 和这个table呢类似 我们给他的顶部呢 就不设置这个边框 而是他的底部设置边框 那么这样一来呢他就刚好和 这个 咱们的这个 咱们的这个 table呢进行了一个 组合 那么此前呢就是这样的效果 那么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大文鼠标移上去的时候那么他会有一个 背景的这个 变化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 需要给他的这个 table下面的这个 TR 2 当鼠标移上去的时候我们将这个背景颜色呢设置为 这个111 好 稍息一下 好那么此时呢我们的这个效果呢就基本上实现了 那么这个我们还要将这个呢 这个 table life 这个设置一个外边区 好 那么这个效果呢咱们就实现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做这个 全选的这样一个功能当我们点击 这个表头的这个复权框的时候那么他下面的这个 复权框呢会全部选中 或者呢全部取消 那么这个是 如何实现的呢 在这里呢我们给他 这里首先我们给他添加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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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Script 在吗好我们在这里呢首先 给他写上 Script 这个 src 就等于我们的这个 cs下面的这个 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要在下面来写这个 cs代码 首先呢 依然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函数 好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 在这里呢 当我们点击这个 标 表头的这个 复权框的时候我们给他一个id 叫all 对吧 然后我们给他 选到这个 复权框然后当他点击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click函数 方形 然后我们来进行判断 如果 当前的这个复权框 他的这个 他是否是被选中的 这个 check的 是吧 prope就是判断他是否能有这个属性 那么通常用在这个 这个复权框里面 当然 选择他这个属性还有一个叫做attr 那么 那么现在用attr呢 在 chrome里面呢会 出现一些小的问题 那么官方 在query的官方上的解释呢也是大家 如果说遇到这样的复权框的一些操作 那么尽量呢使用 这个prope 方法来进行操作 好 好 如果他是被选中的那么我们就给 这个 这个 date list 下面的 checkbox 然后设置呢给他设置为这个 check的 设置为 处 否则的话 于是我们 本身没有选中 那么我们就将这下面的这个chapter设置为boss 这个date list呢就是我们给 整个 table里面 table里面 他这里面的一些 复权框呢就通过这样的形式呢给他全部选中 是吧 好如果说大家对这两个 这个方法这个 选择器的用法不熟悉的话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手册 那么我们来刷新一下 这里呢应该有一个t 好我们再刷新一下 好当我们点击的时候 那么下面的全部选中了 当我们取消的时候那么下面的也全部取消了 那么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 小的功能来进行实现的 好那么本节课程的内容呢就到这里 咱们下节课程再见 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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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